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艺术跨界手段有产品开发 广告推广 营销活动和CIVI包装设计四种 时尚品牌与艺术跨界在产品开发设计上的应用最为简单与直接 例如定位于contemporary女性市场的韩国品牌Osecond 我们中文翻译为Auco 经常采用与绘画艺术家合作开发产品的形式 2013年秋季 他们请到了流行艺术画家Jenny Lee 用其擅长的感性而有趣的绘画方式 简洁生动地勾画出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Jenny Lee在绘画中通过在简单的黑色轮廓内填入缤纷亮丽的色彩 呈现出让人感觉印象深刻而且有亲近感的人物 在这些人物旁边再配上现代都市女性能感同身受的信息文字 Jenny Lee为Auco品牌跨界设计的作品 完美地呈现出该品牌一贯推崇的色彩为先 知性的品味与幽默感和谐统一的主调 这些作品通过在连衣裙、T恤、短裙、裤子等服装 以及鞋包、旅行箱等食品上的使用 品牌文化中的感性一面进一步得到提升 同时也传达出新一季的时尚流行讯息 既取得了良好的市场销售结果 也加强了品牌DNA的塑造 提升了品牌的美誉度 跨界设计在时尚产品上的应用 很多是以市场促销为目标的 也就是说促销产品或者限量产品 更容易使用跨界设计 例如纽约时装设计师Mary Hoffman 2000年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她的个人品牌 她毕业于纽约Parsons设计学院 又在伦敦圣马丁艺术和设计学院进修过 她在长期的设计创作中 逐渐形成了以其自然和奇幻个性的印花图案 为鲜明标志的设计风格 下图就是Mary Hoffman与Incase公司联手 为果粉设计的一款 非常具有她代表性的印花图案风格的iPhone手机保护套 大家知道Incase是美国一家顶尖级的 专门从事电子产品配饰设计与营销的品牌 特别是对苹果系列产品的包装设计 一直受到果粉们的欢迎 这一跨界设计的产品 将服装设计运用的印花图案 采用到手机壳之类的日用产品上 既能打造与时装产品相互呼应的效果 使之相应成灰 又通过日用品的传播增强了品牌的曝光度 带来了话题感 可谓一举得得 而且投入非常少 下面我们看一下 时尚跨界在品牌推广中的应用 2012年迪斯尼公司和美国纽约时尚买手店Barnes一起合作 推出了一部以时尚界知名人物为卡通造型的动画片 大家知道Barnes一向以喜欢使用卡通和漫画形式推广品牌著称 这部卡通动画片的名称叫Electric Holiday 以迪斯尼人物Mini Mouse为主角 主要描述Mini Mouse经历巴黎时装周的故事 卡通片中会出现Lady Gaga Albert Albus Sarah Jessica Parker等知名时尚人物 将真实的活动与人物在卡通片中进行虚拟化 将卡通名人和时尚达人放在一起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推广效果 非常值得国内品牌推广与借鉴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发生在国内的时尚品牌推广案例 2013年8月 Adidas Originals邀请了国内杰出的艺术家 参与了一个跨界原创合作 这个名为集结原创的系列品牌活动回顾展 首先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 然后经历杭州、广州、沈阳、西安 四座城市进行巡展 这次跨界合同 共邀集了八位代表街头文化的前卫艺术家 鼓励他们进行灵感与创意的碰撞 完成全新的作品 这些全新的作品都呈现出 与他们原先个人风格截然不同的元素 与此同时也展现了几个城市的魅力与原创力量 作为以街头文化为核心的经典运动品牌 Adidas Originals一贯推崇原创精神 他不断地鼓励与号召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 相互碰撞灵感 将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能量进行合作 在跨界应用形式上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 集结原创品牌系列活动 完美地诠释了Adidas Originals的品牌精神 这些艺术家有3D动画师、先锋歌手、新媒体人以及街头艺术家 在跨界的模式下 他们迸发出多元的创作灵感 在Adidas Originals的品牌推广中 共同分享着原创精神所带来的惊人力量 这类推广活动往往需要与品牌的DNA结合得非常好 优衣库也做过类似的营销活动 一部分创意成果可以在商业品牌中出现 既叫好又叫做 近年来,国内很多品牌在进行新产品线的推广时 也采用了类似的跨界创意 或者定期资助支持相关的艺术领域的创作 很多企业也选择在798艺术区展出 时尚品牌跨界往往和产品以及品牌营销活动有关 也就是说跨界活动会带来直接的销售额 提升与品牌曝光度 但下面这个例子却不是这样 意大利老牌时装屋Fendi赞助罗马修复许愿池和四喷泉活动 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 国际时装大牌都在花很大力气 让自己的品牌与艺术走得更近 除去前面提到的战术艺术家和文学创作以外 还采取了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联姻 与一些知名的博物馆联合 无疑可以增加加深品牌的历史感与需切性 2013年初 在意大利罗马市的皮卡托利尼博物馆 罗马市政府公布了该市的著名古迹 许愿池和四喷泉的修复计划 将由Fendi公司独家赞助 作为Fendi琴系罗马维护盆泉项目的一部分 企业高层出现在博物馆的赞助修复的会议上 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 Fendi的设计总监老佛爷卡尔拉克菲尔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当时的场景 Fendi的这一举措 无疑比办一场时装秀 或者举办个明星party 更能增加品牌和企业的高度与影响力 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形式下 艺术与时尚的跨界是很容易成功的 这些星星之火完全可以点燃时尚圈的激情 但冷静下来思考 时尚与艺术两者并非随随便便可以进行所谓的跨界的 前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进行理性的分析 过后再采取适合的方式才会显得不草率 我们看一下擦出火花之前 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 所显艺术在品牌消费群体之中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其次是所显艺术形式的受众层是否广泛 太过小众极端的艺术作品 没有太大的合作价值 有时甚至会对品牌造成负面的影响 再有 个性程度会带来话题感 进而影响品牌跨界合作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否能够脱颖而出 如果跨界的对象太普通 则整个活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最后 品牌定位 以艺术作品风格是否匹配 所选艺术家及其作品 与品牌自身的目标市场定位风格 是否和谐一致 这也是品牌获得受众信任 支持和赞许的关键要素 好 这一讲我们就聊到这里 时尚与艺术的跨界的相关案例 同学们课下可以再多找一些 我们可以在课程的在线平台上 焦虑与答疑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